用了一年的年力除了丢掉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途呢 市府新闻局明年的新年力 特别采用软质的锯纸纤维印制触感细致 其中还暗藏车缝线 当一年过去后就能将年力缝制成小包包 时尚又环保创效多重使用价值 一大章的年力上面印着2019年1到12月的日期之外 还印上了高雄的85大楼 轻轨 龙呼塔 岗山之岩等地标 这是市府新闻局制作的2019年年力 材质舍弃一般的海报纸 敢用软质的锯纸纤维印制相当环保 特别是我们可能比较年纪大的老人家 他还是习惯看一整张的年力 而且上面有农历 初一 十五 这样子的一个农历的日期标记 非常的实用 除了不用纸张很环保之外 仔细看年力上还有许多车缝线 沿着车缝线剪剪缝缝 就可以变成一个时尚又漂亮的巢包 外出购物带着这个轻巧的巢包非常实用 不用时还可以收纳起来创意十足 大家出去逛街呢 可以先折成这样的小包包 塞在自己的包包里面 那看到好的小东西呢 就可以把它放着在里面 然后就这样背着 是非常时尚又实用的 把年力变成潮包是市府新闻局和设计团队的创意巧思 准备在新的一年来临前发送给市民 但是数量有限 到时势必出现排队人潮 从12月21号开始在我们的行政 四围行政中心 还有凤山行政中心 跟38个区公所 21号上午9点同步发送 一般的年力到了年底就会被收起来 除了用创意巧思把它再利用之外 很可能直接丢到垃圾桶 市府新闻局提升年力材质 再加上创意巧思 创造再利用的价值 让年力又多了一种用途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